财政部发布消息,上半年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,创历史新高,其中个税增速最快,达到20.3%。 这个背景下,出现了一件奇葩时间,为要如何防范重大风险及应对当前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, 所以,央行和财政部一些官员,学者就货币政策,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进行为一般隔空喊话,因双方观点有这风相对之处,也发广泛关注。 站在央行的角度,货币政策已经遇到瓶颈,根据央行7月13日发布的数据,6月莫广易货币,平方米红比增长百分之百,创历史先低, 此前动辄10%以上增速,被认为是推升资产泡沫的主因,引发逐多之一之声,虽然货币政策宽松,能带来一定的效果, 但并不能解决为观主体的风险贫好问题,实体经济融资贵,融资难一直存在,神仙在打架,地方政府作为熊孩子,卖地的积极性,依然激动得不要不要的。 截止7月18日,全国热点城市土地市场继续成交集中,50个热点城市卖地超过2万亿,同比上涨达到了35.3%, 这50个热点卖地最多的城市中,有25个城市是三四线城市,刷新历史记录,半年13个城市卖地超过500亿,最高的杭州卖地1987.3亿,同比上涨149%, 重庆943亿上涨27%,土地市场从金额看,热点城市开门红,包括杭州、重庆、苏州、北京、郑州、济南、博山、宁博、广州、天津、武汉、成都等13个城市卖地超过500亿。 详细件表格,39个城市卖地超过200亿,18个三四线城市卖地超过200亿,佛山市、长州市、虎州市、嘉兴市、南通市、京华市、徐州市、何泽市、开州市、尚饶市、维邦市、富阳市、赶州市、全州市等,三四线城市卖地超过200亿数据。 从热点城市看,土地溢价率基本平稳,大部分城市溢价率均保持低位,热点城市溢价率基本在10%左右,明显低于2015年到2017年,平均30%的溢价率。 土地市场在系列调控影响下,有所退伤,但从成交接额看依然高位,预计2018年,全国主要城市的土地市场,将继续维持高位。 45个三四线城市卖地过百亿,佛山市、湖州市、长州市、嘉兴市、南通市、徐州市、何泽市、台州市、京华市、尚饶市、富阳市、全州市、梅芳市、宝定市、盖州市、扬州市、许昌市、延城市、硝兴市、 镇江市、岳阳市、硝州市、紫博市、梅山市、博州市、江州市、张州市、江门市、 邢台市、淮安市、林仪市、锦宁市、泰州市、梁山一族自治州、燕台市、尊义市、 德州市、南通市、达州市、三四线城市、超过了一百亿。 人生三大错觉,他还爱你,股票要涨,房价要跌,神仙在不停的打架, 熊孩子在不停卖地,老百姓在埋头买房。 这个游戏越来越精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